这张珍贵的相片拍摄于1987年 42岁的宗庆后开始创业时 骑着三轮车往返于各个学校推销商品时的相片 1989年 他不顾身边亲戚朋友的劝说 辞去工作 揣着东拼西凑界的14万块钱 承包了杭州一家连年亏损的校办企业 宗庆后本人曾定义为冒险的这件事 就是娃哈哈的开始 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的牌子 从此被挂上了青太阶160号 也是娃哈哈的总部 创业初期 宗庆后蹬着三轮车 靠代销汽水 冰棒及文具 纸张 赚一分 一离钱起家 因为薄利 宗庆后在杭州市上城区 40多所中小学和幼儿园 树立起很好的口碑 在和顾客打交道的过程中 宗庆后深深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后 带来的市场变化 当时很多孩子都是独生子女 家长对他们生活上的关照 也更加细致 饮食上更要吃饱 还要吃得好 有营养 后来 宗庆后找到了浙江医科大学 医学营养系主任朱寿民 研制配方 为了请动百年老店胡庆于堂的技师张鸿辉 主持制造园业 宗庆后曾三顾茅庐 还不惜把上城区教育局 刚分给他的一套三室一厅 让给张鸿辉 自己一家三口 仍挤在十平米的旧房里 最终研发了一款 具有开胃功效的营养业 当时的宗庆后 就展现了极高的营销天分 产品上市前 他找到当地媒体 发布了一则有奖争名启示 把品牌的命名权 直接交给了群众 最终将品牌名定为寓号 发音朗朗上口的娃哈哈 后来一句 喝了娃哈哈 吃饭就是香的广告语 让品牌一炮而红 到1991年 年销售额已达到4亿元 净利润7000多万元 由于娃哈哈儿童营养业 上市后供不应求 如何扩大生产规模 成为摆在宗庆后面前的一道难题 后来仅有一百余人的 杭州娃哈哈营养饰品厂 在杭州市政府的牵线搭桥下 以8000余万元 合并了拥有厂房面积6万平方米 直供2000多人的杭州罐头饰品厂 创造了大鱼吃小鱼的奇迹 它独创的产销联合体模式 在很长时间 是中国消费品 企业发展 经销商渠道的模板 基于此 娃哈哈陆续打造出 AD钙奶 营养快线 娃哈哈纯净水 和非常可乐等一个又一个爆款产品 在广阔的中国消费市场中 高歌猛进 并一度成为国内饮料市场的引领者 截至2010年初 娃哈哈的年收入总额 已经达到了510亿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由宗庆后命名的宗庆系列产品 宗庆后 凭借卓越的商业才华 在2010年 2012年和2013年 三次成功登顶福布斯中国富豪榜 然而 即便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宗庆后并没有像许多企业家一样 急于将公司上市 在他看来 上市只是一个融资手段 虽然能够为公司带来更多的利益 但他并不急于实施 相比之下 他更关注如何踏实地将生意做得更好 宗庆后 是一位人生字典中没有退休二字的企业家 据媒体报道 宗庆后直接住在公司 早上6点多起床 从7点工作到晚上11点 甚至年初一就到办公室上班 从青丝到白头 宗庆后一直奋斗在一线 即使娃哈哈已经发展成为 营收几百亿的国际食品饮料巨头 他在自己的传记中写了这样一番序言 我是一个普通人 从底层崛起的凡人 幸运的是 我生于一个大时代 更幸运的是 我获得了一个机会 缔造了一家公司 并且因而成为中国首富 得到了价值的实现与认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